Guten Tag,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走遍德国德语课堂。 黑啤酒节的报道,学习了德语中被动态的过去事态,还学习了一些表示数字增长和下降的词汇。 那么在今天的这节课上,我们终于要结束第一单元的学习内容了。 在第一单元的最后这个部分,我们将通过德国比较著名的电视剧《像术阶》来学习德语句型中多个说明你的语序该如何排列。 可能有不少同学正在为德语的语序烦恼吧? 那么经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对于德语句子中时间状语,地点状语,原因状语和情状状语的前后顺序就会有大致的了解。 好,那就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学习内容吧! Die Lindenstraße 电视剧《像术阶》 《像术阶》被看作是德国第一部肥皂剧,它的第一集在1985年年底上映,然后每周播出一集,到2005年已经播出了1000集,那么到现在估计应该有1500集了吧。 同学们有没有觉得和这部神剧相比,几十集的韩剧也只能算小屋见大屋了吧? 那么《像术阶》这部电视连续剧是以慕尼黑这座城市为故事发展的背景的。 它讲述的是《像术阶》这里生活的普通德国人,他们的家庭生活,例如孩子的教育问题啊,夫妻关系啊,老年护理啊,或者邻里关系等等等等。 因为它比较贴近百姓的生活,所以这部连续剧才有如此长的生命力吧。 不过,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这部电视连续剧却不是在慕尼黑拍摄的,它讲的虽然是慕尼黑的故事,但拍摄的地点却是在科隆。 就像我们的横电影试诚一样,人们在科隆搭建起橡树街这条街道,来拍摄橡树街上人们的生活故事。 说到这里,同学们会不会很好奇,这部肥皂剧到底讲些什么故事,有些什么情节,又有哪些人物发展呢? 在了解这部电视剧的故事情节之前,让我们先来学习本课的新单词吧。 Difigua,Difigua,Difigua,Difigua. 这个单词有两个主要意思,一个意思是身材。 如果我说,你身材真好,那么我们就可以说,Du hast eine schönefigur,Du hast eine schönefigur。 还可以指,故事,小说,电影中的人物角色。 Kennen Sie diese dreifiguren aus der Fernsehserie Lindenstraße? Kennen Sie diese dreifiguren aus der Fernsehserie Lindenstraße? 您认识这三个电视连续剧《橡树街》里的人物吗? Die Rollen Biografie,Die Rollen Biografin. Die Rollen Biografie,Die Rollen Biografin. 这个单词有两部分组成,Di Rollen,Die Rollen,我们学过,指角色。 而后面的Die Biografie,Die Biografin,指的是生平或者传记。 那么合在一起,就是对某个故事或者作品中的某个人物,生平的简介或者描述。 Lesen Sie die drei Rollen Biografie. Lesen Sie die drei Rollen Biografie. 请您阅读这三个角色传记或者角色描述。 Aufnehmen Aufnehmen 可分动词 Aufnehmen这个动词的意思非常多,我们先学习它的基本意思。 Aufnehmen的基本含义是接纳某人。 这个接纳既可以指我让别人在我家住,在我家生活。 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句 Helga Beimer hat ihren onkel Franz bei sich aufgenommen. Helga Beimer hat ihren onkel Franz bei sich aufgenommen. Helga Beimer让他的 Franz叔叔住在他家里。 这里的Aufnehmen指的就是让叔叔 Franz住在他家里的意思。 Bei sich 我们知道Bei指的是在谁那里。 那么因为主语是Helga Beimer,所以我们用反身住在他那里。 那么除了这个让别人住在自己家里的接纳,这个Aufnehmen还可以指接纳某人成为自己这个组织或者自己这个机构中的一个成员。 例如大学录取了某个同学,我们就可以用Aufnehmen,因为他允许你成为大学里的一个学生。 又例如我们某个同学光荣荣的入党了,也是用Aufnehmen这个动词,因为党允许你成为他里的一份子,一个成员。 再来看一个例如Aufnehmen,他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那么因为Namen是一个不规则的变化,所以Aufnehmen也是一个不规则动词。 Aufnehmen 第三人称单数 Er nimmt auf 过去时候过去分词是 Aufnehmen Babysitterinnen Er kümmerte sich eine Zeit lang als Babysitter um ihre Enkeling。 Er kümmerte sich eine Zeit lang als Babysitter um ihre Enkeling。 他过去曾有一段日子像保姆一样照看他的孙女。 Tun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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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的 这个单词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第一分词,我们还没有学,但是同学们可以慢慢的培养这个意识。 英语的第一分词加上RNG,而德语的第一分词就是在动词的原型后面加上一个D。 Zunament 这个动词我们已经学过了,解释为增长,那么加上D变成第一分词呢,就变成了日益增长的。 Zaid neunzehnhunnet neunundzig ist Onkel Franz zunehmend geistig verwiert。 要理解这个句子,我们先要知道geistig和verwiert是什么意思。 Geistig Geistig 形容词精神的,这里面藏着一个名词,dergeist Geist解释为精神或者灵魂,那么geistig就解释为精神的。 Verwiert Verwiert 形容词,迷惑的,糊涂的。 那么geistig Verwiert 合在一起的话,这个geistig就变成了修饰verwiert的副词,就是它是在精神上比较糊涂的。 自从1999年以来,Franc叔叔越来越糊涂了,也就是他的脑子越来越不清楚了。 像我们平时如果说,我都被你搞糊涂了,我们也可以说,Ich bin verwiert。 Ich bin verwiert Intensiv Intensiv 用全副精力的。 Helga muss sich intensiv um ihn kümmern。 Helga muss sich intensiv um ihn kümmern。 Helga必须把大把的精力花在照顾它上面。 这里的intensiv强调的是做事投入的精力。 如果我们想说,我最近马上要考试了,Ich muss intensiv lernen,也就是得赶紧抓紧时间学习。 那又比如说,我最近很忙,我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上了,我也可以说,Ich muss intensiv arbeiten。 像我们有的时候学习外语,会去学习一个强化班,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天天要上课的。 那种班,我们就可以称作为,Der Intensiv Kurs. Der Intensiv Kurs. Bertreuen Bertreuen 即无动词,照顾,照料。 Er wird zu Hause betreut。 Er wird zu Hause betreut。 被动态的现在时,他在家里被照顾,也就是他在家里接受照顾。 那么Bertreuen同学们可以记下他的两个名词。 Der Betreuer Bertreuer就是照顾别人的人。 像我们上大学,如果有导师的话,那么导师就是我们的Bertreuer。 还有一个名词是Di Betreuer。 Di Betreuer 指的是照顾照料这个动作。 Cien Cien 不及无动词。 迁往 迁徙 Cien这个动词有两个词系。 解释为La的时候,它是极物动词。 那么在这里是做不极物动词用,解释为人的位置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迁徙或者迁往。 因为是表示位置改变的不及无动词。 所以它的过去分词是搭配ist的。 Cien Zog zu Helga Zog zu Helga und wohnte eine Zeit lang bei ihr。 Hilda搬到了Helga那里,并在他那儿住了一段时间。 这里的Cien搭配了Zu Helga,就是搬到Helga那里去。 那么这里舒老师补充几个动词,同学们可以一起记一下。 我们知道可分前缀,Ein有进去的意思,而Aus有出来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们搬家搬进某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说Einziehen,Einziehen。 而搬出某个地方,那就是Ausziehen,Ausziehen。 如果我强调搬家,也就是强调位置的改变的话,我们就可以叫Uumziehen。 Uumziehen,因为Uum这个可分前缀,有改变,调换的意思。 Fersorgen Fersorgen 集物动词照顾,照料 这个Fersorgen就等于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词组。 Sich um jemanden kümmern 照顾某人 Onkel Franz wird jetzt nur noch von Helga versorgt。 Onkel Franz wird jetzt nur noch von Helga versorgt。 现在只有Helga照顾Fersorgen了。 这里的Wird versorgt是被动态的现在式时态, 而Fong则是引出了照顾的失动者Helga。 Helga的婚姻不是非常地顺利。 我们之前有学过Mum可以表示男人或者丈夫,Frau可以解释为女士或者太太。 那么如果要避免歧义的话,我们就可以在Munch Frau前面加上Helga这个单词。 Där Ehermann,Dä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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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er Frau,Dä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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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er Frau. 分别来表示丈夫和妻子,那就没有任何的奇异了。 Siech scheiden lassen。 Siech scheiden lassen。 词组,离婚。 注意,scheiden是一个极物动词,解释为让谁分开,让谁离婚。 那么我们通常离婚是不能自己离的,而是需要明证局让这两个人分开, 也就是从法律上确认这两个人的婚姻关系无效,所以离婚这个词组里一定要有一个Lassen, 也就是要让明证局把我们两个人分开,所以这个词组是 Siech scheiden lassen。 Deshalb ließen ihr Mann und sie sich scheiden。 Deshalb ließen ihr Mann und sie sich scheiden。 所以,她和她的丈夫离了婚。 Lise是Lassen的过去式形式。 Der Auszug Der Auszug 移居 搬出 同学们能看出这里的Auszug是舒老师前面提过哪个动词的名词吗? 对了,就是搬出去的Ausziehen。 Ausziehen Ausziehen的名词是ZUG,所以Ausziehen的名词当然是Auszug了。 Helga wohnt seit dem Auszug, ihre Kinder allein。 Helga wohnt seit dem Auszug, ihre Kinder allein。 自从她的孩子们都搬出去之后,Helga就一个人生活。 Das Reisebüro, die Reisebüros Das Reisebüro, die Reisebüros 旅行社。 旅行社这个单词当然是用 Reise,旅行和Büro,办公室 复合而成的。 Ob wo sie ein Reisebüro leitet und für arbeiten muss, ist sie sehr hilfsbereit。 Ob wo sie ein Reisebüro leitet und für arbeiten muss, ist sie sehr hilfsbereit。 Leiten,就相当于英语里面的Lead。 Lead,领导,负责,虽然他是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工作非常的繁忙。 Fier arbeiten,就是指得工作很多,就是工作很繁忙,但他还是非常乐于提供帮助的。 我们看一下Helfsbereit这个单词。 Helfsbereit Helfsbereit 形容词 乐于助人的 我们知道 De-Helfer 是帮助的名词 De-Helfer bereit这个形容词解释为 准备好的 那么时刻准备好去帮助别人提供帮助 当然就是乐于助人的了 Zenil Zenil 形容词 衰老的 这个词其实是有一点贬义 他往往指老年人由于年纪上去了 思路没有原来那么清楚 或者头脑没有原来那么好用 Zi kummat sich lieber vor um ihren senilen onkel Zi kummat sich lieber vor um ihren senilen onkel 他精心照料着他那位年老的叔叔 Zi kummat sich lieber vor um 这个困难里面藏着一个形容词 Kite这个后缀就可以把一个形容词难的变成了名词困难 Das Reisebüro ist in großen Schwierigkeiten Das Reisebüro ist in großen Schwierigkeiten 旅行社正处于巨大的困难中 不过我们怎么能只学困难不学克服困难呢 同学们可以记一下这个词组 客服困难我们说 Die Schwierigkeit überwinden Die Schwierigkeit überwinden 注意 überwinden是一个不可分动词 解释为客服 Four Quartem Four Quartem 此组 不久前 Außerdem war Helga vor Quartem krank Außerdem war Helga vor Quartem krank 此外 Helga在不久前还得了一场病 同学们可以记一个同样表示不久前的此组 Four Quartem Zeit Four Quartem Zeit 不久前 The Herz Attacker The Herz Attacken The Herz Attacker The Herz Attacken 心脏病发作 我们知道 Das Herz是心脏的意思 而后面的The Attacker 有突然袭击 攻击的意思 那么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心脏病发作 The Herz Attacker The Herz Attacker 这里的Heart是Heart的过去时 他经历了一次心脏病发作 Di Herz Krankheit Di Herz Krankheiten Di Herz Krankheit Di Herz Krankheiten 心脏病 这个单词由心脏 Das Herz 和疾病 Di Krankheit 复合而成 Vegen ihre Herz Krankheit Vegen ihre Herz Krankheit Mussi ins Krankenhaus Vegen ihre Herz Krankheit Mussi ins Krankenhaus 由于他的心脏病 他必须去医院 Für Immer Für Immer 此组解释为永远 Für Immer很像英语里面的Forever 那么在德语里面还有一个词可以表示永远 EWIG EWIG Hilder Schultz Wolte für immer Bei Ihrem Sohn bleiben Hilder Schultz Wolte für immer Bei Ihrem Sohn bleiben Hilder Schultz 最好可以 永远 留在他 儿子那里 Hilder Schultz Wolte für immer Hilder Schul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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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wieger 指的是原来没有 但是由于婚姻而产生新的亲属关系 所以schwieger tochter就是原本不是你的女儿 但由于一场婚姻成为你的女儿 当然是儿媳了 那么同学们可以想一想 婆婆怎么说呢 对了 应该是 de schwieger mutter de schwieger mutter 同样schwieger mutter也有丈母娘的意思 werfen werfen 极物动词解释为丢或者扔 注意这个单词是一个不规则动词 它的第三人称单数是er wirft er wirft 过去是和过去分词 werfen warf hat geworfen werfen warf hat geworfen doch ihre schwieger tochter berter warf sie aus der wohnung doch ihre schwieger tochter berter warf sie aus der wohnung 但是他的儿媳妇 berta 却把他赶出了他们的家 这里的werfen 原意是指丢 把一个人就像垃圾一样丢出自己的家门 当然解释为把谁驱赶出哪里了 看来婆媳关系不仅在中国 在德国也是一个难题呢 ständig ständig 形容词 经常的 zwischen den beiden gab es ständig konflikte zwischen den beiden gab es ständig konflikte 这里的 ständig是当副词用 解释为始终 经常 也有点像 immer的用法 也就是这两个人之间 经常会有矛盾冲突 er tragen er tragen 即无动词 忍受 注意这个动词和tagen一样是一个不规则变化的 现在时 er erträgt er erträgt 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ertragen ertrug hat ertragen ertragen ertrug hat ertragen hilda konnte onkel franz nicht lange ertragen hilda konnte onkel franz nicht lange ertragen hilda忍受不了 franz叔叔多久了 除了忍受某人 ertragen也可以跟 etwas联用 例如 schmerzen ertragen schmerzen ertragen 忍受痛苦 die krankheit ertragen die krankheit ertragen 忍受某种疾病 schließlich schließlich 父慈 最后 终究 helga soll doch alles allein machen es ist schließlich ihr onkel helga soll doch alles allein machen es ist schließlich ihr onkel 就应该让helga一个人来做这些事情 因为毕竟是他的叔叔啊 这里的schließlich就好像最后退一万不讲 毕竟终究的意思 erfahren erfahren 即无动词 或惜得知 注意这个单词是不规则变化 第三人称单数 er erfährt er erfährt 过去之后过去分词 erfahren erfuhr hat erfahren erfuhr hat erfahren helga erfährt dass hilda zu ihr ziehen will helga erfährt dass hilda zu ihr ziehen will helga或she hilda想要搬到他这里来 注意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vision 强调的是一个知道的状态 那么怎么可以知道呢 当然前提要有一个erfahren的动作 也就是要得知 要获悉 所以erfahren是瞬间的 而vision是持续的状态 operieren operieren 即无动词 做手术 长得很像英语里面的operate吧 sie muster am herzen operiert werden sie muster am herzen operiert werden 这个句子是带情态动词的被动态 它必须在心脏部分动手术 operieren 如果四格兵语是人的话 那么动手术的部位 我们通常就用借词arm加三格兵语来带出 所以这句被动态里面是他被动手术 但是在哪个部位呢 arm herzen 是在心脏部位动手术 raten raten 不极无动词 建议 注意这个建议是不极无动词 所以如果我说我建议你 就是建议某人 这个某人必须是三格 jemandem raten jemandem raten 另外raten是一个不规则变化 第三人称单数 er rät er rät 过去词和过去分词 raten rit hat geraten raten rit hat geraten helga的孩子们建议他将frans叔叔送进一个养老院里去 注意这里raten的后面的ir就是女他的第三格 后面的代策不定是就像to do something 就是建议某人做某事 das Altersheim the Altersheimer das Altersheim the Altersheimer 养老院 heim的原意指的是本来不是你的家 但是现在作为你家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大学生寝室才会叫 studenten wohnheim 那如果 Altersheim 指的是养老院的话 那么同学们猜一猜 das Kinderheim 指的是哪里呢 das Kinderheim 对 通常指的就是孤儿院了 那么 Altersheim 通常可以简称为 das Heim die Heime das Heim die Heime die Betreuung im Heim ist wirklich sehr gut die Betreuung im Heim ist wirklich sehr gut 养老院里的照顾和护理 真的很不错 strict strict 跟英语的strict 很像吧 形容词 严格的 Helga ist strict dagegen den die familie ist ir sehr wichtig Helga ist strict dagegen den die familie ist ir sehr wichtig 我们这里不能翻译成 Helga 严格的反对 应该是 Helga 坚决的反对 因为 对她来说 家庭 是非常重要的 wichtig wichtig 形容词 重要的 一般我们要表示 某人或者某物 对谁来说很重要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直接加三格兵语 一种是依靠借词 für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die Familie ist für mich wichtig die Familie ist für mich wichtig 家庭 对我来说 很重要 这里的 für mich 表示 对我来说 我们也可以用 第三格 直接代替 für mich die Familie ist mir wichtig die Familie ist mir wichtig 同样表达的是 对我来说 家庭 很重要的意思 第一个资格的 也许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Na gut, jetzt haben wir alle neuen Wörter gelernt. Und jetzt können wir den Text lesen. Seit学习了三次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来读读读文了. Öffnen Sie bitte Ihr Buch auf Seite 14. Übung 1 Drei Figuren aus der Fernsehserie Lindenstraße 电视连续剧相书街中的三个人物 Lesen Sie die drei Rollen Biographien und beurteilen Sie, ob die folgenden Sätze richtig oder falsch sind. 請同学们根据三个人物的生平,判断下列句子的对错. Untertitelung des ZDF für funk, 2017 Franz Wittich 好,我们先来看 Franz Wittich,也就是 Franz叔叔的生平. 从图片来看, Franz叔叔是有一点上了年纪呢。 Franz Wittich ist 1913 in Herner geboren, lebt aber schon seit vielen Jahren in der Lindenstraße. Franz Wittich ist 1913 in Herner geboren. 他在相书街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了, seit vielen Jahren,自从很多年以来. 那么第一句说, Franz Wittich出生在相书街,这句话当然是错误的,因为他出生在 Herner. Helga Beimer hatte ihren Onkel Franz 1987 nach München geholt und bei sich aufgenommen. 那么到了1987年, Helga Beimer把他的这位叔叔, Franz叔叔,接到了慕尼黑来,并且让他住在自己家里。 Jemandem bei sich aufnehmen,让某人住在自己家里。 从这句话,我们知道了Helga和Franc叔叔的关系。 Franc是Helga的叔叔,所以第二句是对的。 Der alte Mann bekam bald wegen seines schwierigen Charakters in der ganzen Lindenstraße Probleme. 由于他性格古怪,所以这位老人很快地在整条橡树街都惹了麻烦。 中间的wegen是一个支配二格冰语的借词,表示由于,也就是他古怪的性格,是他惹上麻烦的原因。 而这个句子的词组是Problema bekommen,Problema bekommen,惹上麻烦。 Er half Helga aber auch,不过他也帮助Helga。 So kümmerte er sich eine Zeit lang als Babysitter um ihre Enkelin Lea, währendHelga arbeitete。 在Helga工作的时候,Franc叔叔有一段时间也帮着Helga照看Helga的孙女。 Seit 1999 ist er zunehmend geistig verwirrt, und Helga muss ihn jetzt intensiv zu Hause betreuen。 那么自从1999年,这个Franc叔叔脑子越来越糊涂了,Helga就必须花很多时间在家里照顾他。 Jemanden zu Hause betreuen,在家里照顾某人。 所以第三个句子错了,从1999年开始,Franc叔叔脑子有点糊涂了,他自己需要别人的照顾,而不是开始照顾孙女Lea。 Ein paar Monate lang zog eine Nachbarin,Hildersholtz zu Helga, und kümmerte sich um Franz。 那么有几个月,有一位女邻居,也就是Hildersholtz,她搬到了Helga家来照顾Franc叔叔。 不过有一天,突然,Hildersholtz又离开了Helga和Franc叔叔。 Onkel Franz wird jetzt nur noch von Helga versorgt。 那么现在,Franc叔叔又只有Helga一个人照顾了。 Aber die hat immer so wenig Zeit。 但是Helga总是那么忙,她总是只有那么少的时间。 所以第四句也是对的,Franc现在只有Helga照料,但是她没有很多时间。 好,我们再来看Helga Beimer的生平。 Helga Beimer,1940年出生于 Bochum,并在 Bochum长大,Aufwachsen长大。 1968年出生于 Bochum,1968年出生于 Bochum,1968年。 1968年,她结婚了,并与若干年后和她的丈夫Hans一起搬到了 Moenhe. Ein paar,Ein paar,Ein paar,注意这里的P小写,解释为一些若干,就等于我们学过的Einige,Mere。 Helga是在68年,也就是她28岁的时候结婚,但是又过了几年,她才和她的丈夫搬往慕尼黑,所以第一句说Helga是在她28岁的时候搬往慕尼黑的,这句话错了。 但是这个婚姻却并不美满,两个人在1991年的时候离婚了,我们学过这个词组, 所以第二题说Helga和她的丈夫在1991年分手了,这句话是对的, 自己分开,那当然就是分手,离婚的意思。 Helga wohnt在 dem Auszug ihrer Kinder Marion und Klaus allein mit Onkel Franz in einer vierzimmer Wohnung。 自从她的孩子 Marion和 Klaus搬走之后,Helga就一个人和 Franz叔叔生活在一套四十的房子里。 Obwohl sie ein Reisebüro leitet und für Arbeit hat, ist sie sehr hilfsbereit。 虽然她主管着一家旅行社,工作又很繁忙,但她还是非常乐于提供帮助的。 Die Familie ist das wichtigste für Helga. 家庭对于Helga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这里的das wichtigste是形容词做名词的一种用法,指的是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如果我们说最美好的,就可以说das schönste,最好的就可以说das beste。 所以第三句,虽然Helga管理着一家旅行社,但是家庭对于她来说非常的重要,这句话是正确的。 从1987年开始,Helga就非常精心地照顾着,他们为年轮廷提供的 Franz叔叔。 但是这么做却不容易,因为眼下的 Franz叔叔需要如此多的护理,以至于Helga都没有时间工作了。 注意这个句子里有一个so das的句型,就相当于语语里面的so that,如此多的护理。 以至于Helga没有自己的时间了。 das reizebüro ist in großenschwierigkeiten,因为Helga属于达理,所以旅行社现在处于巨大的困难中。 außerdem hatteHelga vor kurzem eineherzattacke。 此外,Helga在不久前也刚刚经历过心脏病发作。 她必须尽可能快地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第四题是错的,因为不久前,不是 Franz叔叔得了心脏病发作,而是Helga自己这一点错了。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人物,也就是女邻居Helga Scherz。 Helga Scherz kommt aus Bielefeld und lebt seit 2000 in der Lindenstraße. Helga Scherz来自于Bielefeld,从2000年她就生活在香树街。 那么在她儿子结婚的当天,她带着大包小包来到了她儿子的家门口,想要永远可以留在她儿子的身边。 同学们看,这个时间状有一点复杂,后面有两个二格兵女。 我们要从最后一个二格兵女往前面翻译,她儿子的婚礼的那一天。 Vor der Türstehen 站在什么的门口 所以,第一句话是对的,当她儿子结婚的时候,她来找儿子,希望可以永远住在她儿子那里。 Ihre Schwiegertochter Bertha warf sie aber bald wegen ständiger Konflikte aus der Wohnung。 wegen ständiger Konflikte 表示原因的借词 wegen 但是由于不断的争执,她的儿媳妇,Berta,很快就把她赶出了家门。 所以,第二句是正确的,Hielder和她的儿媳妇世间有问题。 Probleme haben,因为我们文章里提到了Konflikte,矛盾,冲突和争端,因此不得不搬走。 我们题目里说的Austien还比较好听,课文里说的是Austia wohnung werfen, 把她赶出了家门。看来,这个德国媳妇也蛮飘悍的。 Aber Hielder fand eine Lösung。 Sie zog eine Zeit lang in Helga Beimars Wohnung und kümmert sich um Franz Wittich. 不过, Hielder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她有一段时间搬去了 Helga Beimar的家里, 并且在那里照顾 Franz叔叔。 Sie konnte den Eidemann aber nicht lange Er tragen, weil er begeistert von Krieg erzählte。 但是, Hielder却无法长时间地忍受这位老先生, 因为 Franz叔叔总是兴奋地跟他讲述战争的事情。 Von etwas erzählen,讲述关于哪方面某件事的事情。 所以,第三句是错的。 Hielder不能忍受 Franz叔叔, 不是因为他寡言少语, 而是因为他话太多, 老是提当年战争的事情。 Vor kurzem zog sie in eine eigene Wohnung und kümmert sich seitdem nicht mehr um Franz. 不久前, Hielder搬进了一套自己的房子, 并且不再照顾 Franz叔叔了。 所以,第四句也是错误的。 Hielder lebt jetzt noch allein. 现在, Hielder还是一个人单独生活, 所以第四句说他不是单独生活, 错了。 所有的一切就应该Hielder自己来做, 因为毕竟再怎么说也是他的叔叔嘛。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在前面的三篇阅读课文里, 句子都比较长, 句子里往往出现多种状语成分, 例如时间状语, 地点状语, 原因状语和情状状语, 那么这些状语在句子里的顺序 并不是随意摆放的, 而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律。 下面就让我们借助阅读课文里的句子, 来学习一下德语中 多个说明语, 也就是多个状语的常见语序吧。 Mere Angaben Insatz, häufig ein Eierfroger, 多个说明语的常见语序。 Angabe,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说明语, 指的是在句子里去掉, 也不会影响句子完整的成分, 我们通常也可以把它称作为状语。 在德语里一共有四种说明语, 分别对时间、地点、原因和情状 这四个方面进行限定和描述。 我们知道说明语或者状语 可以放在句子的最前面, 然后做一个倒装的语序, 但是大多数情况我们会把状语, 也就是说明语, 放在句子框架结构的肚子里面。 那么如果一个句子拥有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说明语的时候, 我们的顺序该怎么摆放呢? 我们先来看几个课文里的例句。 Franz Wittig ist 1913 in Herner geboren. Der alte Mann bekam bald wegen seines Charakters in der ganzen Lindenstraße Probleme. Helga muss ihn jetzt intensiv zu Hause betreuen. 从这三个句子我们可以看出 很少会有一个句子 同时拥有四个不同的说明语, 但是有两个三个还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这时说明语要遵循的顺序是 时间状语,也就是时间说明语, 总是在最前面, 而地点说明语,也就是地点状语, 总是在最后面。 中间呢,原因在前,情状在后, 也就是说明语依次要解决的问题是 在什么时候,为什么,怎么样,在哪里, 这样四个问题。 光凭这样记是记不牢的, 请同学们自己来完成两个练习, 巩固一下说明语的语序吧。 请同学们订阅班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由于他心脏的疾病 Helga还是同意了 先放时间 Helga brings onkel Franz 那么在一月中旬 Helga带着沉重的心情 把Franz叔叔送进了一个养老院 先放时间 Mittejanuar 再放情状 Schwerenherzens Helga表示带着沉重的心情 而后面的In ein altes heim 是和前面的bringen搭配的 Jemanden in ein altes heim bringen 把某人送进养老院 Onkel Franz fühlt sich bald wegen der guten Betreuung in heim sehr wohl 因为养老院的精心护理 Franz叔叔很快就感觉到很舒服了 先放时间 Balt 再放原因 Weigen der guten Betreuung in heim 由于养老院的精心照料 在今天的这节课上 我们主要通过德国最早的肥皂剧 橡树街 来学习了德语中不同说明语的语序问题 也由此结束了第一单元的学习 那么下节课上 我们要告别慕尼黑 来到瑞士东南部的小镇Pontresina 我们将在第二单元里 学习带情态动词的被动态 以及一系列比较重要的廉词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吧 Auf Wiedersehen Und bis zum nächsten Mal